葛萊伊他說這個呼籲賴清德 如果當選的話要凍結這個台獨黨綱 不過現在呢 美國人都認定台獨就是會引發戰爭嘛 而且呢現在民進黨執政國會就是過半 為什麼不敢推動台獨 不就是因為賴清德知道 如果真的搞台獨會出事嗎 否則他們為什麼現在不做嗎 他們現在要台獨的話 他們現在就可以做啦 葛萊伊這樣講 其實我早就講啦 我早就講我說賴清德那麼辛苦 天天說我不是台獨金孫 我是政治金頭 然後講半天 一做一件事就好啦 那你現在是黨主席嘛 就把台獨黨庫除掉就好啦 既然美國也不支持對不對 這個國際間也不支持 然後你又說 我現在沒有要宣佈台獨的必要 那廢掉就好啦 所以我們常常講說君子 聽其人觀其行嘛 不只聽你講什麼 看你做什麼 一個動作廢掉就好了 大家就比較相信你的誠意了 你就不願意對不對 所以他就會覺得說你根本是假的嘛 不相信你的原因就在這個地方嘛 那個核能就是 加三倍 對 然後這邊 什麼意思 他會說 那這個民進黨就是以這個核能為這個省主牌 民進黨就是兩個省主牌嘛 一個就是台獨嘛 一個就是反核嘛 那台獨連拜登都說不支持了嘛 那全世界這些主要的國家 日本歐洲都不支持了 那你民進黨幹嘛呢 所以我就講說你把台獨黨废掉就好了 就符合這些國家的期待嘛 你造成台海的不安大家都很緊張嘛 那另外就是反核啦 這是在杜拜的COP28 那已經講了 美國 英國 日本都加入了 法國等等 都說在2050年之前 核能要增加三倍 核能要蓋個核電廠 起碼要十幾二十年 核電要增加三倍是很不容易的 為什麼 他們說唯有這樣 才真的能夠控制了溫室氣體 否則的話是達不到 讓溫室氣增幅不超過2度C 那在這種情況 台灣你有三座核電廠 明明是可以研議 又是不研呢 人家都可以研個20年 是沒有問題的 只要做好這個維護的工作 做好修復的工作 做好這個零件更換的工作 核市場好好一個新廠 花了三四千億 而且是用最新的技術 你請國際一流的專家嘛 大家來評鑑嘛 看到底能不能重啟嗎 不行就算了嘛 如果可以 那這都是我們手上有的核電 對不對 那你為什麼不去做呢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 然後呢 你現在沒有核能 你要一大堆50%的天然氣 要用30%的燃煤 加起來是80% 這都是燒碳的 這是違反世界潮流 所以當全世界已經認為 核電是複合綠能 世界潮流 你就要違反潮流 你這個違反潮流 那你叫什麼民主進步黨 你就改叫民主退步黨好了嘛 你完全是退步的嘛 完全不合世界的潮流嘛 然後接著要漲電價 去年夏天已經漲了 對不對 然後呢以後漲不漲 去年中油賠五千億 台電賠五千億 中油五千億是因為天然氣 今年中油要賠幾千億 台電要賠幾千億 這都是明子明高耶 將來一定會反映在用戶的身上 這是你民主黨執政 到底你在做什麼呢 對不對 你為什麼為了你一個虛幻的 這個不能夠實現的一個理想 然後害大家受這樣的苦呢 害國家有這麼大的負擔呢 這麼一兩兆的錢 幹什麼不好呢 所以綠能大家都支持 沒有人反對 但是你綠能 你把台南搞成什麼樣子 對不對 多少人在中間謀利 88槍 後來又9槍什麼 那這些問題就是 你不能假借綠能在中間撈錢 你不能假借台獨 在中間允許那個派系 在中間撈錢 這都是 真是天理不容了 我常常講 人在做天理看 看你們民進黨這樣子搞 把台灣搞成這樣子 我覺得老天都要掉淚了